第123章 燎原 就像春天的那个夜晚一样 它闭目静心 勿我两望 神石离开石海 与身体分离 在寂静的地下空间里飘荡 四周的环境隐隐出现在它的脑海里 那些石壁与夜明珠的光线 经过某种变形之后在它的意识里重现 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天黑后星星才会出来 如此才能找到星空里那颗属于自己的命星 但现在它要做的事情不是定命星 而是作照 所以它的神石没有继续向高处飘去 如雪一般缓缓地飘落 回到自己的身上 神石无量无形 轻而易举地穿透衣裳与皮肤 进入它身体最深处 然后将遇到的一切反馈回来 这便是内观或者说自观 作照镜其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只要能够宁恋神石 自观如意的修行者 都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作照镜 如果境界想要继续提高 便要涉及到神石与经脉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最根本的法门便是自观二字 所有宗派关于作照的修行法门里 都会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观自身方能见天地 为何 因为修行者自己的身体便是一方天地 与自然界的真正天地不同 修行者自身的天地更细微 更微妙 如果说修行的力量本源来自于自然的天地 那么想要让自身变得更强大 则需要不停地改造自己这个小天地 洗髓 是修行者改造自身的第一步 但那比较粗略 作照是观察 同样也是修行者对自身的改造更加细微 而且到了作照镜 修行者不再直接借用心灰的力量 而是开始学习使用心灰转成的真元 心灰属于自然的大天地 真元则属于修行者的小天地 和普通的修行者相比 陈长生的情况特殊 他首先需要在这片小天地里 找到那些心灰 然后尝试着转换成属于自己的真元 真正危险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一刻 他的身体未经洗髓 能不能容纳心灰转换成真元的 瞬间爆发出来的能量 会不会像作照《四经副助》里 记载的那个病人一样 直接自然而死 他没有去想这些问题 神识进入身体开始自观 开始寻找 小天地依然是天地 当他作照自观的时候 神识便变成了天地间的一缕清风 今夜他在身体里寻找心灰 就像是那夜他在星空里寻找命星 同样是要在广阔的天地间不停地寻找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漫长到他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模糊的视野变换不停的光线 构织成无数奇怪的画面 隐隐约约仿佛天地 似乎曾经熟识 却又是那样的陌生 有隆起的地面 如同高显的山川 那或者是骨骼 可是开裂的地底深处 那些隐隐散发着气息的地脉 又是什么 是经骆 清风在天地间缓缓前行 神识在身体里不停地搜索 他渐渐适应了这种感觉 意识里的画面变得越来越清晰 然后他看到了断裂的山崖 坚硬得如同花岗岩般的山脉 变成了麻花 地脉残破 满目疮痍 令人心生悲凉之感 这是他的身体 这是他第一次 清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真实模样 这让他感觉很悲伤 那些断裂的山崖 残破的地脉 大概便是自己断掉的经脉 或者说结脉 这便是藏在自己身体里的死亡阴影 只是那道让山川变形断裂的恐怖力量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清风飘过数万里的荒原 九道横断的山脉 来到一片附着白雪的原野间 他不知道此地是何地 只知道万里雪飘 寒冷无比 而且地面附着极厚的雪层 干净的有些刺眼 他不知道这片雪原是什么 更不知道如此厚的雪层 如此干净的雪原 对于修行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更不知道 无论是离山建宗那位传奇的小师叔 还是别的爵士强者 如果知道他拥有如此完美的雪原 一定会想尽办法要他继承自己的传承 最后他看到了一片湖 那是一片悬在天地之间的湖 碧蓝汪然 在神石的感觉里 方圆数百里 准确地来说 这是一颗悬在天地之间的水珠 里面没有任何杂质 没有水草 没有泥土 更没有沉渣 只有干净透明的水 所以光线可以自然地穿行其间 至此 他的神石已经在这片小天地里 群寻了一遍 从修行本真的意思来看 他已经进入了坐照镜 如果这个事实被人发现 绝对会震惊整个世间 因为这说明 他拥有世间最纯净 最宁静的神石 甚至可以超越境界之间的门槛 问题在于 这没有任何意义 神石在如何强大 没有真元 依然只是个普通人 最多能够帮助他 感知的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真元来自于心灰 从春天到深冬 他夜夜引星光洗嘴 洗嘴未成 心灰又积蓄在何处 到了这个时候 陈长生开始紧张起来 当他的神石找到心灰的那一刻 与之接触的那一刻 心灰便将尽数转成真元 他的身体未经洗嘴 但被老师和师兄用药汤泡了这么多年 究竟能不能顶住如此恐怖的力量爆发 他的神石在小天地里再次周游一遍 一溪数万里 最终他望向那片雪原 白茫茫一片 真干净 真好看 他的神石飘得更高了些 看清楚了 这片雪原正在渐渐的融化 但因为不停的有雪落下的缘故 所以雪原的面积没有缩小 反而再继续增大 变厚 只是在光线最炙烈的地方 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裂缝 裂缝很少 却贯穿雪原 把整片雪原切割成了数十块 是这里吗 是这里 他静静地看着那片雪原 很开心 那些雪原来不是雪 是心灰凝结成的冰晶 自己可以修行 那些心灰都在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他没有想太长的时间 因为这件事情不需要他想 也由不得他想 当神石确认那是心灰的瞬间 小天地便感知到了 观察 然后做出判断 这就是接触 从天空到地面 或者数万里 或者只是一根手指的距离 他的神石从天空落到地面 只用了一个闪念 神石落在雪原东南角 一块正在缓缓飘离的小雪原上 他的那缕神石就像是一根火把 落在了满山满野的枯叶间 心灰凝结成的冰晶 瞬间放出无限光明 然后开始剧烈的燃烧 没有声音 也没有烟尘 只有爆燃起来的火焰 小雪原的面积 至少也有数千顷之大 然而当他的神石落下后 只是瞬间 整个小雪原便燃烧起来 干净透明的火焰 带着无数的高温 炙烤着天空 冰晶一面燃烧 一面融化 变成岩浆一般缓慢的向四处流淌 没有用多长时间 便蔓延出了雪原的范围 来到了那片荒原上 那些岩浆都是心灰的精华 蕴藏着难以想象的能量 散发着明亮的红光 显得格外恐怖 所过之处 无论黄草还是岩石 都纷纷燃烧起来 岩浆流淌进断裂的山崖 山崖开始燃烧 流淌进残破的地脉 地底开始燃烧 整个小天地都开始燃烧起来 冷气的地底空间里 忽然出现一道温暖的气息 黑龙看着紧闭双眼的陈长生 看着落在他身上的雪片瞬间融化 眼神里的冷漠被一丝诡异所取代 紧接着 他的眼神变得非常凝重 陈长生的脸变得通红 口鼻处喷出的呼吸 遇着地底微寒的空间 瞬间变成了白雾 雪落在他的身上变融化 然后迅速地被蒸发 他整个人都被白雾笼罩 他现在身体的温度究竟有多高 黑龙的眼睛里流露出担心的神情 向他轻轻地吹了口气 夹杂着冰屑的龙溪 落在陈长生的身上 只是瞬间 陈长生的身体表面 便多出了一层透明的冰灰 然而片刻后 那些冰灰便奔裂 融化 蒸发 陈长生的脸变得越来越红 身体变得越来越热 紧接着血管变粗 然后凸起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血管开始变粗 开始凸起于皮肤 清晶密布 看上去极为可怖 甚至隐隐可以看到 血液在血管里快速地流动 安静的地底空间里 响起咚咚咚咚的密集鼓声 那是他的心跳 他的心脏快速地跳动 血管里的血液快速地流动 衣裳瞬间被汗打湿 然后再次蒸干 他的身体已经自行做出了很多反应 想要解决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然而此时由心灰转换成的真源 正在他的身体里似虐乱跑 没有经历过洗髓 他的身体哪里承受得住 更何况他的经脉先天断裂 比正常人能够容纳的真源数量要少很多 情况更是危险 陈长生紧闭着双眼 眼角的血管不停地跳动 眉头皱得极紧 显得非常痛苦 他跳过洗嘴直接做照 因为他要看一眼那些心灰究竟在不在 如此才能够平心意 不然让他就此放弃大潮事 他绝对无法甘心 现在他看到了那片血缘 心灰开始燃烧 开始转换成真源 他便要死了 难道这样就能甘心吗 看着神情痛苦的少年 黑龙眼睛里流露出怜悯的神情 却什么都没有做 我都没有做到